小伙在月球上工作,在那里意外碰上另一个自己,背后尽隐藏着无比残酷的阴谋。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高峰科幻片《月球》,全片主角只有一个人和一台AI,但是精彩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任何一部科幻大片,话不多说,先来看片。 故事发生在未来时代,为了克服传统能源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,人类开发出了新的聚变能,月球上的岩石成了聚变能的原材料。 男主角山姆是能源公司安排在月球上的采矿工,整个月球基地只有他和一名叫克里的AI机器人在那里执行任务。 他的工作是将自动采矿车铲出的能源通过基地的发射器送回地球。 基地上有一点让山姆十分不满,那里的实时通讯系统已经坏了很久,然而能源公司却一直没有派人来修理,好在还有两周他的合同就要到期了,到时他将返回地球和家人团聚。 在月球工作的三年,山姆经常会收到妻子发来的信息,虽然这些信息可能已经过去很久,但每条信息都足以让他兴奋好一阵子。 这天山姆再次外出去回收能源,但是没想到工作途中遭遇意外,山姆连人带车被困在采矿车里头。 接着镜头一转,山姆从昏迷中醒来,是AI机器人把他救了回来吗?我们还是先带着悬念看剧情。 醒来的山姆无意中听到柯里似乎在和公司实施通信,他过来询问柯里,他在和谁说话。 柯里却说他只是在给总部录制视频,自动采矿车坏了,他让总部尽快派人来修理。 山姆打算自己去看看采矿车的状况,但是柯里却百般阻拦,还说总部已经下达命令,不准山姆出去冒险。 然而这些根本拦不住山姆,他故意割开基地管道,借口要出去维修。 出来之后,山姆便来到采矿车这儿,他打开月球车车盖,竟然在车中发现了另外一个山姆。 现在我们明白了,苏醒过来的山姆和遭遇事故的山姆,其实是两个人。 为了方便区分,我们将遭遇事故的山姆称为一号,将后面苏醒的山姆称为二号。 二号将一号带回了基地,在柯里的帮助下,没多久一号就醒了过来。 柯里还告诉一号,他并没有将一号生还的消息告知总部,因为他想保障柯里的安全。 这里已经透露出一些阴谋的味道,总部似乎和柯里的安全有着重要关系。 之后两个山姆打上了账面,还成了好朋友。 很快两人就收到总部传来的信息,救援船将在14小时后到达。 一号认为救援车是来带他回家的,因为他的合约已经到期了,二号却对此嗤之以鼻。 他一下就记中了事情的要害,一号和他一样,都只是克隆人而已。 起初一号难以接受这个事实,毕竟他已经抱着回家的信念生活了三年,但是二号却无情戳穿了一号的幻想。 他告诉一号,基地里一定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密室,其他克隆体肯定就藏在那儿,但是一番搜查之后,二号并没有发现什么密室。 为了弄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克隆体,一号跑过来向柯里求证,柯里的答案让一号很失望,他确实是克隆体之一。 关于家人的记忆,也是一种记忆灌输。 得知真相的一号像一只没了气的皮球,正是二号却跑了过来,他告诉一号,之前听到柯里和总部实施通讯的事。 据他推测,通讯系统可能并没有坏,而是被基地屏蔽了。 为了查明真相,两人驾驶地球车来到基地很远处,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几座巨大信号干扰器。 此时一号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,他回到基地休息,在柯里的帮助下,一号得以打开数据库, 里面记载了不同克隆体身体变差的视频,他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公司早就设计好了一切,克隆体的寿命只有三年。 三年一到,他们的身体就会急剧衰亡,而所谓的回家,其实就是让克隆体进入休眠舱等死。 一号来到休眠舱这儿,竟然在那里发现了密室,等到二号返回基地,两人便一起去探查了密室,密室里头存放了满满一屋子的克隆体,场景十分圣人。 之后一号又驾驶月球车来到信号干扰器无效的地方,他和女儿进行了视频通话,经被女儿告知,妻子已经去世好几年,而女儿也早已有了新的父亲。 信念完全崩塌的一号回到基地,他和二号都知道,他们不能让救援人员看到有两个山姆出现在基地。 二号出了一个主意,他让克里唤醒山姆三号,打算将三号送去事故建厂,然后让一号乘坐能源发送器返回地球,这样他和一号都将活下来。 然而一号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,他决定让二号回去地球,而他自己将回到事故地点,接受已经注定的命运。 二号知道一号的安排才是正确的,他驾驶月球车将一号送回了发现他的地方,两个山姆九次道别。 二号回到基地打算乘坐发射器离开,这时克里却提醒二号,他拥有二号醒来后的所有记录,为了避免被公司发现,二号应该删除他的储存数据,这样他将和三号一起重启。 在这个瞬间,我们发现AI科里的表现似乎比人类更像人类,这也是整部影片中最为讽刺的地方。 二号来的发射器就在他准备起航的时候,却开始为三号的命运担忧,毕竟大家都是山姆。 于是二号又返回操作室,启动程序催火了基地附近的信号干扰器,这样三号苏醒后将很快发现真相。 最后二号回到地球,戳穿了能源公司的丑行,等待着能源公司的将是重大的犯罪指控。 简简单单的一人一击却构成了一部十分不简单的电影,影片中继探讨了关于克隆体的生物伦理问题, 也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至上原则提出了深刻反思。 只从经济层面来看,克隆体山姆实现了最大的经济效益,然而站在人的角度,这种克隆行为甚至比杀死一个人还要残酷。 在诺大的月球上,山姆的孤独也被成倍放大,相比起妻子和女儿带来的寄托, 星星竟然会觉得AI科里扮演了一个更好的陪伴者的角色。 从影片中的表现来看,科里甚至表现出了更高的人性,这会是AI的未来吗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